我媽說沒關係 你去陪翔翔看電視啦 我跟你講有沒有做不重要 但重點是 事實上你知道自欺是幹嘛嗎 我就逼不得已 我也下去就一起做 你知道我媽從此就愛上了 妳真的很會演耶 對 沒有 我還說我這個 我真的不太喜歡穿內衣 那我想說 外國人應該也沒有在穿內衣 那妳在動動 對 這樣就不好看嘛 冷冷冷冷的 她跟我講說 妳知道嗎 我在家不穿 社交也不穿 妳爸爸有多高興 對 所以我 因為我媽是個很喜歡自己打理 整理房間 自己做菜 然後我帶女朋友回來 她也是都會這樣做給我們吃 就常常那種 譬如說我房間的垃圾桶 有時候就帶女朋友回家就是 難免會有一些 衛生紙會產生 一定有的 流鼻涕 感冒 流鼻涕什麼的 就是流完之後 鼻涕噴完之後就會 就丟在噴鼻涕 那有時候就是早起床 去吃個早餐會出門 一出門回來 尷尬了 尷尬了 垃圾桶裡面的衛生紙都 清完了 好尷尬喔 清乾淨 哇 妳的鼻涕就這樣 對 都是被媽媽給清走 Oh my 然後跟我女朋友講說 我媽在忙就讓她忙就好了 妳也不要就是還要幫忙 什麼切菜什麼都不用 洗碗不用 對 我媽生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在家裡就是大爺 我媽就是濃濃吃完飯 我們也不用收什麼的 所以我也習慣跟我女朋友講說 不用啦不用妳就陪我看電視就好了 完了 對 妳這樣一次 這個女朋友她以後印象就不好 我就曾經交過一個 就是我現在的老婆 她來家裡之後 哇 我跟她講這樣 她就沒有 我媽在做飯 她就站在旁邊 就是感覺想要幫忙 對 智希就會想要說 我媽說沒關係 妳去陪祥祥看電視啦 我跟妳講 有沒有做不重要 但重點是 她有那個心 對 陪那邊 她叫智希陪我去看電視 那妳知道智希是幹嘛嗎 她去拿了水桶 因為我媽習慣用傳統式的拖把 就是 拧 對 要這樣 妳知道 不是什麼 不是什麼好拖 對 她就這樣子用水桶在那邊弄 我想說她在幹嘛 她在那邊拧拖把 很累 又拧不乾 又拖得很濕 我就逼不得已 我也下去就一起做 妳知道 我媽重啟就愛上智希 天啊 智希真的很會演 沒有 對 妳知道我媽喔 我媽是那種 廚房會放一支牙刷 然後客廳 就是客用的廁所會放一支牙刷 她自己房間會放一支牙刷 她就走到哪裡 想到哪裡牙刷 她就刷一刷 有時候可能是廚房那支牙刷 她太久沒用了 有點發霉了 那時候那時候的女朋友來家裡 就我之前就是看到發霉 我去丟掉 她就自己再換一支 我那時候女朋友去幫我媽 把那支牙刷給丟掉了 她說發霉了 然後我就丟掉 她就來問我 我廚房那支牙刷呢 誰丟的 我說丟掉了 我說那一天 那個女朋友在打掃的時候 發霉就丟掉了 哇 不得了 不行 是喔 平常我都幫妳丟掉 為什麼不能丟掉 那我說這牙刷為什麼要丟掉 哇 可是發霉啦 她就是外人 她會認為說是她外面的人 在幫我處理這件事情 她沒有問候 對 那是外人 我媽幫我把我更衣室的衣服 摺得好好的 我那個女朋友覺得說 這樣摺得不好看 摺得不是不好看 太佔空間 她就把衣服用另外一種方式 真的說 就省了很多空間 變得比較小壞了 我媽以後不行了 從此不幫我摺衣服 以後妳們記載 自己弄 她會覺得妳給我摺衣服 妳給我在那邊 其實我覺得女生的心態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種 互相比較 那我覺得大家 其實有時候當媳婦 其實我們來想一下 其實這個當媽媽的心情 你看這個兒子從小 她拉拔長大 照顧長大 她有她全部的愛 對不對 可是當另外一個女人進來的時候 其實媽媽的內心 多少都會覺得說 這個女人就是要來 瓜分 我兒子對我的愛 所以她會有點比較心態 像我媽真的就有這種 尤其是柔柔懷孕了以後 因為我都會扶著柔柔 你知道嗎 就是下樓梯啊 上樓梯啊 那我媽就會那種這樣 因為我以前這個角色都是 對 可是我很思想 我都叫她去扶她媽媽 我說我自己走就可以了 我就說妳扶她 她說妳去扶媽媽 對 對 妳就扶前面然後這樣 我就扶著我媽 她就很開心 對 真的會 不然她臉都臭臭的 對 我以前 我以前在家 那時候也沒覺得什麼 那時候就有小孩以後 老公是不是都會叫老婆 叫媽媽 對不對 有一天坐在客廳 那前夫就跟我說 媽媽 我才要回的時候 就看到我婆婆 按住按住 老公在叫妳 但是我前夫是看我的 當然她婆婆很開心回頭 想說我前夫要叫她 尷尬 對 發現不是 她就失落了 就轉過去 我想說哇完了 對 後來我就告訴她 以後不要再這樣叫我 就是妳看那種妹妹 對 我們就是 雖然是媽媽很好 可是我們要幹嘛 也都要先說 媽媽冰箱有那個東西 那個我可以吃嗎 對 我是不敢自己去拿 對 要問 對 其實做老婆的 都要教老公去怎麼做 對 比較不會造成這三角的關係 可是我先跟大家講說 我是跟我婆婆住在一起的 現在在台灣 對 很妙齁 為什麼會住在一起呢 因為她的骨灰放在我們家 是 那外國人的習俗 骨灰沒有放連骨灰 我聽了什麼 我聽了什麼 所以妳跟她說什麼 她不會沒話 她就是看官 她好孝順 現在客廳很棒 都住在一起 我們相安無事 妳叫她的時候婆婆 婆婆還在 因為那時候我住在 就是在LA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嫁過去 那我們那時候要找租屋嘛 所以說還是要先 在公公婆婆家 先贊助一陣子 直到我們找到租屋為止 那那個時候呢 其實我婆婆妳知道外國人 講話都很直嘛 Sindia我告訴妳 妳就當作是我們自己家 還怎麼樣 那我心裡想說 其實我覺得外國人 也是百無禁忌嘛 於是妳知道 因為我在家 我真的不太喜歡穿內衣 那我想說 外國人應該也沒有再穿內衣 但那時候是冬天 我想說我不要激突就好了 應該也OK吧 反正就是都是這個包包緊緊的 很厚嘛 妳知道有一天呢 我婆婆就來問我說 欸欣欣啊 我想問妳一下喔 妳在家都不穿胸罩是不是 都不穿布拉嗎 我就說媽媽難道妳穿嗎 她說對啊 因為我們胸部大嘛 我怕地心引力 就是會讓我的胸部下垂 所以說我都把它就是綁緊緊的喔 我連睡覺都綁緊緊喔 這樣子 我就說那那個時候 我是覺得在東方的國家 可能很多媳婦聽到 就會覺得說 婆婆這是在暗示我說 對 妳就是 是不是 應該是要穿嘛 對 這樣不好看嘛 冷冷冷冷的 這樣 可是那個時候我就在想說 欸那媽媽就是 我會問她說 妳為什麼不穿 她告訴我她的理由之後 我就跟她講說 欸其實我是覺得胸部 應該要讓她呼吸 有的時候妳在外面上班 還是怎麼樣 我們穿當然是為了就是好看嘛 對不對 可是坦白講妳 如果睡覺也穿著 妳不會覺得呼吸 會不順暢嗎 玄環也不好 對 也不好嘛 那我會跟她講一下 我的觀念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在家裡面 我們可以就是 讓她就是放鬆一下 她就說 欸這樣講也對耶 後來我就說 媽媽這樣好了 我們在家都不要穿 都不要穿 都不要穿 妳覺得怎麼樣 她說欸 那我覺得西方的婆婆 她們是比較願意去傾聽 她們會知道說意見的交流 是欸我跟妳看法不一樣 那我想知道妳的出發點是什麼 那她反而就會覺得說 欸真的耶 那我來試試看 妳不要穿好了 她跟我講說 欸妳知道嗎 我在家不穿 睡覺也不穿 妳爸爸有多高興 對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很好的交流 對 可是我覺得在這個台灣的社會 長輩比較會有個習性 會覺得說我就是長輩 那妳們最好 妳們這些年輕人 最好都是聽我的 對 那妳不聽她也比較 沒有辦法去接受說 年輕人一些觀念 所以我覺得 欸大家多交流 有的時候也是個優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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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